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尼未记十七章三至六节 十至十四节 本地以色列人中 如果有人宰杀公牛 或羊羔 或山羊 无论在形内 还是在形外 却没有把他们 带到圣幕门口 作为祭物献给上主 那人就犯了 和谋杀者一样的罪 这种人既使血流出 就必要从民众中铲除 这项规定 是要阻止以色列人 在野外宰杀祭生 以确保他们把祭生 带到圣幕门口 交给祭司 好让他将祭生 献给上主作平安祭 祭司要把祭生的血 灑在圣幕门口 上主的祭坛上 并焚烧 生的脂肪 作为上主 喜悦的 轻香之祭 本地以色列人 或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 无论以何种方式 吃血或喝血 我必要向他翻念 并将他从你们中文中铲除 因为肉身的生命在血中 我把祭坛上的血 刺给你们 为要使你们得以洁净 让你们跟上主 恢复正确的关系 那是换取生命的血 能使人得以洁净 因此 我对以色列文说 无论是你们 还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 绝不可吃血或喝血 如果本地以色列人 或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 去打猎 杀了准许吃的酒兽或飞鸟 就必须放掉他的血 并用土盖住 所有生物的生命都在血中 因此 我对以色列文说 你们绝不可以吃血或喝血 因为任何生物的生命都在血中 所以 凡有人吃血或喝血 就要从民众中铲除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把生命献给水 我们将生命献给谁呢 年轻人为了外貌而活 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去美化自己 事业深重的人为工作而活 不眠不休 只为在同辈中吐气阳眉 持家的妇人为了儿女而活 儿女一旦长大成人 自己就茫茫然失去方向 你呢 你又将生命献给谁呢 血 在以色列文中代表生命 将生命献上为主作供 如果我们要努力工作 那是因为我们要将生命献上 在职场为主作见证 如果我们要养儿育女 那是因为我们要参与上帝 塑造生命的工程 使儿女成为合上帝心意的门徒 让他们将生命献给上帝 为上帝所用 你呢 你又将生命献给谁呢 我们为谁而活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